韩丽等人经过一场大战 此刻神经并未彻底地放松下来 眼见这边突然出现了几个人 身上皆是仙灵力波动大圣 一副马上要搏杀一场的样子 那三个人似乎也被吓得不轻 为首的一个浑身生有铜钱鳞片的亲夫老者 周身金光一闪 浮现出六片雪白的冰晶 当中释放出阵阵森然寒气 其身旁一名浑身皮肤墨绿 好似树皮一样干枯的高大男子 好似对着寒气极为的畏惧 连忙闪避一旁 周身金光缭绕之间 身下眨眼间生出无数绿色的根须 直插入地下焦土 另一名挥袍老者 则要显得正常许多 其模样如常人 只是一手附身长身而立 身上一袍无风自古 当中却有阵阵金色的波纹 不断荡漾而出 就在众人剑拔弩张即将动手的时候 柳自在突然开口说道 怀阳子 阁下莫非是怀阳子倒有 这突如其来的疑问 不仅令韩丽等人都觉得有些意外 就连对面那三个人也是一愣 其中那名挥袍老者眉头一簇 朝着这边仔细地打量片刻之后 目光落在了柳自在的身上 时宜许久之后才一脸惊讶地说道 柳自在 柳道友 当真是你 柳自在苦笑一声 有些唏嘘地说道 哎呀 正是在下 没想到你我当年一别 时过境迁 竟会在此地重逢啊 挥袍老者怀阳子也大摇起头 造话弄人 造话弄人啊 韩丽等人见状 并未立刻放下防备 而是一个个神色古怪地看向两个人 柳自在当先收起神通 对韩丽等人说道 啊 诸位不必紧张 怀阳子倒有余 我是故旧 不是敌人 那名挥袍老者健壮也挥了挥手 是以身旁二人收起神通 于是众人这才收敛了 身上的气息走得近前 怀阳子叹了一声 唏嘘说道 哎呀 我也没想到 没想到诗歌这么多年 还能再见到柳道友你啊 柳自在疑惑地说道 当年你于墨海先遇失踪之时 我还曾经前往那边寻找过你 只可惜耗费数百年 最终是一无所获呀 只知道你前去探索一位 处于望尘海的海底秘境 结果就音讯全无 哎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还阳子如此说道 当年呐 我应我应墨海先公一位老友的邀请 我应墨海先公一位老友的邀请 前去赤礁海沟深处探索一处秘境 不成想却遭纳斯背叛 被先公之人设服秦祸 被罗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之后就被投入仙狱当中 后来又辗转封印在岁月之塔 此次遭逢塔中变故才得以脱身啊 柳自在惊讶地说道 什么 我也被囚禁于岁月塔中多年啊 竟不知你也身在塔中 淮阳子上下打亮柳自在一眼 面露狐疑之色 什么 你 你也被囚于塔里 怎么 你还不信我 哎呀 不是我不信啊 只是如你一般修为的修士 若是曾被天庭秦祸 修为不可能还是保持如此修为啊 难道他们没有抽取你的法则之力 说吧 他看了一眼身旁的亲夫老者和枯树男子 三人居士疑惑不已 柳自在又仔细打亮他们一眼 问道 抽取法则之力 莫非天庭曾对你们行此恶事 怪不得 我看到有你虽然境界犹在 修为却好似空中楼阁 有些不太稳固 怀阳子恨恨地说道 嘿呀 不只是我呀 当初在仙语中的许多修士都曾遭此毒手啊 一身凝炼参悟的法则之丝全被剥离 之后便被投入了岁月塔里啊 柳自在聪梅说道 说起来 当年你虽然没有投入天庭麾下 可也一直与他们交好 倒也算是个逍遥散仙 他们为何会对你出手 难道你的法则之丝 有什么特异之处 怀阳子摇摇头 哎呀 若说法则之力 都是悟道修德 即便本属同源 也带着各自对天地大道的领悟 谁的又没有点特异之处啊 只是天庭却似乎不是在乎这个 他们抓捕的修士不在少数 当中人族 妖族 魔族 乃至草木 精魅 都有 他们各自修炼的法阵之力 也没有什么共性 此事从里到外都透着古怪啊 这个时候 焦三忍不住问道 怀阳子前辈 天庭抽取你们的法则之丝 是做何用处的 韩丽对此也是颇为好奇 见焦三出言相询 当其数耳聆听 怀阳子摇摇头说道 不知道啊 自始至终 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要抽取那么多的法则之丝 做什么 相比于这个 我更觉得奇怪的是 你的法则之丝 为何没被抽取啊 刘自在问道 这个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啊 只记得当初被求于先遇没多久 就被文太岁纳斯连红带片给弄到了岁月塔里 之后就被囚禁到现在 对了 你们求于岁月塔何处啊 怀阳子说道 呃 我与许多修士都被求于岁月塔第七层 只不过都被封印在地下 一直以来都处于半休眠的状态 也不知道多少年前 突然 此塔的禁锢之力出现松动 我们就设法缓慢恢复法则之力 却无法自由行动啊 刘自在瞥了一眼仍在巨坑底下玩火的黑天魔族 说道 原来如此啊 我被求于第五层 怪不得不曾和道友相见 你我同处一处这么多年 若非今日之事 也不知何时才能重逢啊 韩丽一听着几人的言语 面上没有太多波澜 心中却是惊骇不已 天庭作为真仙界最权威的官方势力 且不说各仙公平素的行为 但是明面上还是以主持公道 平定仙玉为宗旨 按理说 不会做出这么太出格的事才对啊 若真如这怀扬子所言 敢冒天下之大不为做行此事 且至今未被人发现 所谋必定不小 只可惜如今线索太少了 他也无从猜测 韩丽思量片刻之后开口说道 诸位 恕我多言一句 眼下此处可不是什么善递 我看还是尽快离开为好 有什么事 大可以之后再说 焦三点点头赞同说道 嗯 不错 这里弄出这么大动静 相信天庭很快 会派人过来料理后事的 咱们还是先离开这里 再从长计议 柳自在看向怀扬子 问道 道友 你如今有何打算啊 怀扬子叹息一声说 哎 事到如今 我也没什么不敢说的了 当年轮回殿 有心招揽于我 我求明哲保身 没有答应 眼下只怕也无处可去 也不知道如今轮回殿如何 他们还肯不肯收留我啊 焦三门听此言 抱拳笑道 前辈若想加入轮回殿 晚辈或可待为引荐 哦 此言一出 周围那些原本打算追随焦三的二十多人 先是一正 有些神色各异起来 也不知道其中有人说了几句什么 其余的人一阵扼腕摇头 在此安静下来 怀扬子上下看了一眼焦三 有些惊讶地说道 你是轮回殿之人 焦三不知可否地笑了笑 不等焦三答话 柳字再说道 若没有他们 此刻我们可能还囚禁于塔中啊 怀扬子文言先是有些意外 随即连声称好 好好好 看来还欠下一份脱困之恩啊 我愿随你前往轮回殿 说吧 他又询问身旁两人 莫须道友和乌企道友 你们如何打算啊 名为乌企的轻浮老者温和一笑说 我们与你境遇差不多 彼此也算是一见如故 如今虽然侥幸脱困 但想来天庭绝不会放过我们 便一起投身轮回殿好了 那名枯树男子似乎不喜言语 只是点头应了一声 嗓音颇为沙哑 焦三看向韩丽问道 哈兄 你做何打算 可愿与我同回轮回殿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